為了多益測驗,辛苦做了試題本 但檢討答案卻時常困惑 這題為什麼是D啊? 題庫解答有時也不夠詳細 好像在說D就D啊 只好自己上網查問朋友,結果朋友也不懂 難道就不能有個隨身的小老師幫幫我嗎? 因此我就來召喚多益小老師 今天我們會緊針對閱讀測驗 所使用的題目來自於多益官方網站 包括句子填空、段落填空、閱讀測驗等三個大題 我們以下就來請教多益小老師 首先進入到第一個環節 下指令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把今天的引擎改成GPT4 詳細的原因我最後會解釋 接著是我們今天的第一行Prompt 以下對話中擔任英文老師 這是指定他角色 針對多益測驗、指定他範圍進行指導 交代他工作 那工作還要更清楚的說明他的任務 當我給你多益測驗題目、選項及正確答案時 請針對每個選項詳細說明 另外GPT4特別的囉嗦 所以我會強調說你不需要重複題目 接著呢建立一個格式 當我以星號加速在選項之前 例如星號A的時候 則代表該答案為正確答案 這個是幹嘛呢? 這次就是說你不用再打說正確答案為A 這麼麻煩 你就只要每一次加上星號 就可以跟GPT講說 喔這個是正確答案 最後呢 再加一行 當我只給你題目跟選項時 請應選項作答 讓他不只是當一個小老師的角色 還可以跟我們一起做題目練多益 OK以上這些就按下送出 那今天所列的Prompt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中 歡迎複製取用 也留言告訴我使用心得 接著我們直接進入到第二部分 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從Part5句子填控開始 那這邊我們很直接的先丟一個題目進去給他 完全沒有加其他東西 因為前面Prompt都已經設定好了 直接輸出 好的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他針對這個題目給出了答案 並且每一個都有說明 像是這個是正確答案 然後另外三個是錯的 所以他要講為什麼是錯的 那假如說你對於他給的答案不夠滿意 或是說你覺得不夠清楚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整段複製 然後直接問他說 請再更詳細說 那你就會看到 他會再更詳細的去講解 為什麼這個答案不行 那當然呢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確定 這答案到底是不是對的 他說答案是D嘛 我們就把答案輸入進去 D 正確答案是D 那再來呢 我們也可以試著使用另一個方式去問他答案 譬如說這一題 那我先隨便點一個選項 我也點D好了 結果答案是C 那我就可以把這一串複製進去 並且他C是正確答案 因此我直接這邊標註C D 詢問他為什麼答案不是D 所以這情況下可以針對你有問題的選項單獨去做解釋 能省下比較多時間 那再來也可以用像剛才所做的標註的方式 例如這題答案為D 好 那我就直接將D給他標上一個信號 他知道這個是正確答案 那他就會重複剛剛的過程 一樣詳細敘述每一個答案 那剩下另外兩題呢 我也直接丟進去讓他把答案做一做 我們把ChartGPG的答案填進去 首先這答案是D 答對了 接著B 也答對了 好了 那我們直接進行到 Part6段落填空 那大家在做像這樣題目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圖片檔給丟到這裡面呢 當然是沒有辦法這樣直接丟啦 你這樣放下去的話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此呢 這邊要來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首先呢 那你先打開任何一個LINE的聊天視窗 例如說 KIP筆記 這個蠻好用的 接著呢 用螢幕截圖的方式 把那一張圖片上的文字給截下來 像這個樣子 截下來之後 直接Ctrl加V 貼到LINE的對話框裡面 那他就傳出一張圖片 點開這張圖片 圖片點開之後 這邊有一個框框A 轉為文字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他辨識文字 很棒 全部通通在這邊 然後稍微檢查一下 因為他這邊格式跟文字不太一樣 所以要看有沒有跑掉 好的 沒問題之後按下複製 回到CheckGPT的網頁上 把這段貼上去 打個分隔線 我們跟接下來的問題做出區隔 然後再看我們這邊的問題 一樣 全部拉下來整個複製 貼上去 按下送出 看他做打 結果出現錯誤 這邊因為剛剛閒置太久 剛放置太久 如果說你在使用CheckGPT的時候 出現這種錯誤的話 你先不要急 先把你這邊的東西 先全部 複製下來 然後你可以試著按 regenerate response 它不一定跑出來 所以我這時候 我最常使用的是 直接重新整理網頁 重新整理網頁之後呢 就跳掉啦 回到剛剛的頁面中 現在你發現你剛剛傳出去的那個東西不見了 就有發現這個Ctrl加C有多重要了吧 好的 那就是我們剛剛有複製貼上過的東西 把它傳出去 有時候CheckGPT做達到一半會斷掉 這時候你只要打 繼續兩個字讓它繼續跑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們來看看CheckGPT它的答案如何 首先 E3EC 對了 對了 1 3 2 A 對了 1 3 3 A 對了 錯了 沒關係 等一下來看為什麼錯 1 3 4 B 1 3 4 B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他1 3 3會答錯好了 這個有幾個可能 一個是我們可能在原文貼文的格式或句子裡面有飄掉 我們直接把這一行整個複製下來 重新讓它作答一次看看 在這邊我把它改為空格 並且貼上133的選項 結果這一次它就答對了 這邊要強調的是在輸入段落的時候 如果說你要用圖片截圖的方式的話 它很有可能會出現段落錯位或者說句子的錯位 最好小心使用 接著來到最後一大題 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像7-1、7-2這種 它是單篇閱讀測驗的做法 會跟剛剛蠻類似的 那我這邊就不重複示範 我們直接看到像7-3這種 它是兩篇閱讀的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請ChartGPT幫我們解答 那同樣的做法我這邊直接加速帶過 文字都整理好之後 那我們現在也把題目貼上 接著送出 看它要停下來的話一樣輸入繼續 好我們來看ChartGPT的回答 究竟是認真好學生 還是蠻口虎爛仔 來一個一個看 首先176A 對了 177B 178D 179B 180D 滿分 這代表的是 ChartGPT 它也有辦法透過分析兩篇文章 然後幫你做解答 並且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看到就是 它在回答的時候它也有跟你講說 為什麼答案是對的為什麼答案是錯的 為什麼答案是錯的 所以當你自己在練習多意 又不知道和解的時候 除了自己應該多理解題目 多看幾次文章之外 我們也可以藉由AI小老師從旁輔助 更便利力幫助我們理解問題找出答案 最終增進學習效率 多意小老師呢當然不只局限於多意考試 其他有關託福雅思等等的考試 也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增加你的練習讀書效率 至於為什麼今天不是用GPT3.5引擎呢? 免費不是讓人人受惠嗎? 那我這邊就直接先貼上我做了五個小時的測試結果 例如說剛才用Part5的第一題 他竟然說 動詞應該使用過去分詞的形式 表示被動意義 欸不是啊這個是形容詞耶 而且除了講解詞會胡扯之外 答題的錯誤率也比GPT4高出許多 文字邏輯的理解也不足 當然還是有他可以應用的部分 但是相較於其錯誤率的話 不是很建議使用 因此希望藉由我這次GPT3.5級 GPT4兩代引擎的測試 讓大家知道 TrackGPT的應用方向有限制 我是田承聖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下次見 掰掰 努力足足加上按讚訂閱下去 相信直接多利滿分990